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政府宣布周三还要再展开一轮新的核酸或抗原检测 根据中国大陆的卫健委通报 本土确诊病例在周二的部分 新增的有症状确诊病例是有症状的 1383例 没有症状是19089例 所以无症状的居多 而且是多非常的多 那其中上海市就16766例 吉林也有接近1800例 所以上海是重中之重 等于说上海就是这一次 中国大陆新增疫情 爆发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地区 那因为上海要延封 还继续封锁下去 同时苏州跟昆山 今天也启动了 也宣布了 也要进行这个封城管理 那另外洪海今天也宣布说 每周都要快塞 每周进场的员工厂区 每周每个礼拜就是要快塞一次 而且严禁跨场交流 所以上罪公司 现在目前也启动了各个不同的防疫的动作 那世界先进 今天也启动异地办公 跟分流分组的措施 那今天这个疫情再次升高 这个昨天有216例本土 创下今年新高 遍及12个县市 北中南东都有新个案 今天更是增加到280多例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 281例 281例 这是本土 本土就281例了 那境外有78例 所以加起来是300多了 359例了 359例将近360例了 本土加境外 这个累计过去6天 本土确诊已经破千了 达到1077例 这个实在也是 这个很大的一个 明显的在上升的情况 那今天 骑虹散热大厂骑虹呢 高雄厂也有员工确诊 那这个骑虹的高雄 所处的产线也宣布停工 全场清销 另外台商重镇的昆山 今天这个 一停工的消息出来 这个相关的族群 股票都杀得很凶 像是PCB的 这个最主要的PCB 今天是杀盘重新 像星星今天都跌得快半 跟跌停板 那最主要原因 也就是因为星星在 昆山也是有厂 大概占他营收 大概5%左右 占产能大概在20%左右 那另外南电 都在那边都有厂 非常多 电子代工更多了 这个五哥里面像 伟创 河硕 人宝 全部都在昆山油厂 上千家 几千家的台商在昆山 这个真的是 这个讲不完了 友达 这些全部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大陆的疫情 确实对整个台湾的 电子供应链 是有很明显影响 再加上上海 现在目前整个 听说物流大乱 很头痛 赶快 今年的投资 真的是多灾多难 这个包括像美股 美股今年第一季 各指数大概平均跌了 大概也是5%到9% 这个纳莎各指数 跌最多大概9% 标普道琼也都在5%上下 此外很罕见的 美国国债指数 居然第一季跌掉6% 那我们过去传统讲说 这个股债六四比 是最佳配置 就假设我有100万 我里面股票买60% 债券买40% 结果今年呢 无差别都下跌 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昌文老师 要谈这个所谓股债六四比 是不是就已经 无法因应现在目前 这么复杂的全球的宏观环境了 段老师你好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在2000年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投行提出来过 也就是说六四比 是不是最适的一个投资组合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六四比 其实在40年前 就已经有提出这个问题 那我们看这张图形的话 其实这个是在我们在投资学上面 的效率前沿曲线 他从100%持有债券 每增加5%5%的话 每增加5%的这个股票的这个持有的话 他的报酬率会往上升 但是同样的风险也会增加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你看这样图表的话 我们从一半一半切割下去的话 刚好切到60%的股票 跟40%的债券 刚好切到 那刚好切到的话 这个是效率前沿曲线的一个 一个情况 就是最有效率的 那也就是说中性风险的一个持有 股债的一个百分比 刚好是60%的股票 跟40%的债券 有效率前沿 对 来算出来就是 这个股债比64%是最好 对刚好是64% 这是中性的风险的持有情况之下 但是那个我们看一下 如果以2000年到2009年 对比跟所谓的 2011年到2021年 这一段期间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从现在往前面去追10年的话 这个64笔的报酬率是11.1% 那如果说扣除掉通货膨胀率的话 实质报酬率似乎也不错 大概是9.1% 这是每年的报酬率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前面去推 推比方说像上一次的比方说 大抗的风险 也就是说这个网络世代 2000年内那一次的一个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的话 那时候被人家形容成那个10年的 是属于失落的10年 也就是如果你用64笔 去持有这一些有风险性的资产的话 报酬率顶多2.3%而已 如果扣除掉通货膨胀率的话 那实质的报酬率是负的0.3% 所以因此有人在警告 是不是接下来有可能会掉进先前2000年的失落10年 因为大家还在坚持64笔 那其实64笔的话 在这一季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1月份到3月份 上次应该我们也有提到过 为什么这一波的股票 也有一些股票涨得非常凶 或者是说有很多人还在持续买股票 这个简单来说 也就是说我们1月份走到3月份底的话 我们都时常看到公债的殖利率一直在往上走 那一直在往上走的话 那么如果你坚持64的这些基金经理人的话 他一定要卖债券 把债券卖掉之后的话 再去持有股票 这个才能够维持所谓的rebalance 那rebalance的一个效果的话 假设我们说 现在你买了40%的一个债券 那当你的殖利率如果往上走的时候 那代表你的报酬率是往上持有 往上持有的话 显示你那个40%的话 会越来越多 那会越来越多的话 那变成说这些基金经理人的话 还不得不去把债券卖掉 再去买这些股票 再平衡了 对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出来连股票也在跌 那为什么会有64比 基本上就是股票跟债券 大家都把它形容成说 它两者的价格关系的话是成反比 但是这一季看起来似乎 股债是同步在跌 所以因此这些64比的话 是不是基本上会有这么有效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64的这个比重 除了效率前沿以外 大家们想想看 如果我们这个台湾的时间点 如果再往前面推30年的话 那时候的贷款利率的话是非常高 我想如果你是30年前有存过定存的话 应该知道说30年前的定存 曾经有十几%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用比方说用全球的从1935年 一直到目前2020年为止的话 它的贷款利率水准的话 在欧美国家的话 它曾经串升到20% 所以在20%的情况之下的话 是不是当时持有债券的话 报酬率可以稳定 可以拿到大概将近10%左右 所以因此为什么 过去40年来 这个贷款成本 都随着时间经过都一直在下跌 所以因此 旧债通常价值比新债还要来得高 因此这些债券 你再继续持有新债的话 它的报酬率不像以前 就是宏观的想法的话 就是我应该持有64比64比的话 你再继续持有债券的话 如果在升息循环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一种持有债券的一个价值的话 会随着利率调升 这些债券价值可会贬义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过去13年 这个美国股市走了13年的大牛市了 那债券同样也是牛市 就是说股债同牛 就是股票走了13年的多头 债券在过去13年也是一路涨 就因为刚刚段老师所讲的 债券最主要是靠低利环境 是啊 因为你过去的利率比较高 这个老债的部分呢 大家都不舍得卖了 现在都是新债 新债发出来利率越来越低 所以基本上老债又不舍得卖的话 基本上这个就促舍债券一个多头行情 因为新债 新债利率越发越低 对 好 那问题是现在目前就是反转了 这个股票看起来也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景气的问题我给大家两个数字 这个景气的问题不是凭空说的 不是你去猜想说 景气到底会坏还是会好 第一个你看到今天德国公布出来的什么 德国二月制造业订单 哇 月比衰退2.2% 这个非常高 市场预估是衰退0.2% 结果月比衰退了2%多 2.2% 这超出预期很多 预期是0.2% 前一个月是增加了1.8% 你看从1.8%掉到2.2% 是德国欧洲最大的制造业的一个大国 另外呢 中国大陆今天公布出来三月服务业的PMI 哇 这个是崩掉了 居然呢 跌到了42% 它是从前一个月50.2% 跌下去8.2% 太恐怖了 一个月跌了8.2% 这个服务业的部分 那制造业之前公布出来的 这个前几天公布出来是跌了2.3个百分点 也跌到48.1 也跌破50分界线 所以因此综合PMI 最新的三月份是跌了6.2个百分点 跌到43.9 创了2020年3月来新低 武汉疫情爆发也来了新低了 是 哇 这个中国的整个内需景气 包括制造业服务也崩了嘛 对 所以你看这两个数字 你就知道整个股市你说要多好 你说中国也是这样子 德国也是这样子 这说大国 制造业大国服务业 基本上GDP都是全世界排前十大的 对啊 那当然我们 我刚刚跟穆华在这个广告过程中 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两年期跟十年期的这个殖利率 目前是倒挂了 这个是非常代表性的 也就是足以来形容美国未来景气的情况 那我们看另外一张图形 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楚 可以了解 为什么股票 现在会 会是在高点 那你如果说 现在股票在高点 那未来又在走 这个升息循环 其实对股在 是双杀 所以 你看.com的 Bubble那个年代 这张图形的话是CAPE比率 CAPE比率的话 是经过这个景气循环 调整过的PE ratio 所以我们看前一波的高点 是在.com bubble的那个年代 那其实现在可能 也差不多 这个已经调整过了 PE ratio是历史以来 恐怕跟当时 2000年的时候 .com bubble的时代 是非常一模一样的 就显示 泡沫的问题 对 那我们看债券的部分 我们看这张图形 那债券的部分的话 如果高品质债的话 在左手边 那第一品质债的话 在右手边 那红色的是实质值利率 那一点的话 是明目值利率 所以目前看起来 高品质债的话 也就是投资等级的债券的话 它的实际的值利率的话 基本上都是负值 所以这个 岂不是告诉我们 就是债券 这个未来 在FED 它一定会把这个 这个情况 做翻转的一种动作 就要正常化 不得不嘛 因为你要扣掉通膨 对啊 扣掉通膨的话 实质利率都是负的 那谁要买债 所以债券目前 也都是在抛售潮 所以一直抛 一直抛的结果 那等同就是值利率 就会往上走嘛 为什么 因为债券价格 在下跌啊 那值利率一直往上走的话 再加上所谓的 FED之前 已经做过价格管制 也就是用 这个调 升息的一个动作 那接下来 它一定是用量的一个管制 也就是用 比方说 用缩表的方式啊 这个缩表方式可能 对 这个缩表方式的话 这个力量比那个 升息的动作力量 还要来的大 缩表的话 对债券价格影响性 也很大 对 非常大 非常大 它又变成是一个实质影响 那个升息 它是一个比较 明目上的影响 对 因为你说表的话 像前一次 它基本上 它就是到期的债券 它不再续买了嘛 是啊 用这样去缩减 它资产负债表 对 那这一次已经有 市场分析是讲出来 联准会如果要更狠的话 它不是说 只有到期不续买 它是直接卖出资产哦 对 直接抛售资产 就直接在市场卖出 那这就更凶了 是啊 所以 现在目前 你如果还是坚持 比方说六四比的话 其实有很多共同基金 他们一样 也就是坚持自己的那种 那种权重比的话 这个是风险可能会加剧 那现在既然不能做 既然六四比的这个股债配置 看起来在今年的考验很大的话 那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这个配置 对那当然我看的比方说几则的一个贝莱德 他是他是这么建议的 也就是说 你是不是要用替代品来rebalance 而不是用既有的这个资产来做rebalance 所谓替代品是什么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股债嘛 那你接进来的一个产品的话 你不能再是股跟债啊 而且或者是说 你可以用本来是用买的动作 那你就要用short的方法 也就是用卖空的方法 就是做一些放空 空投市场上做一些币协 不然就买一些黄金之类的 比特币是不是 对没错 类似这种 多重组合资产 对对对 可是一般人不会啊 大多数人 这个怎么会去 做这么复杂的一个资产配置组合呢 其实就是说最近十年来 有很多人做的配置的话 我们看这张图形的话 可以非常明显 也就是说S&P500的话 他在过去三年 三年大概可以拿到21.7% 这是贝莱德的一个报告 但如果说扣除掉 这六档的一个全值股的话 结果他的报酬率只有15.3% 那完全持有这F-A-A-N-N-G-M 这六档股票的话 他的报酬率可以来到40.5% 但是问题是 这一些六档股票的话 他在所谓的市值加权里面的话 占比的话 占美国的S&P500指数的话 是占比大概来到三成 那如果这些股票 是已经在被高顾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这些股票占比的情况之下 占得这么高 万一他跌下来的话 整个指数啊 似乎也是不被看好 所以美股这一波能谈 也是靠这些股票谈上来 对对对对 那当然这些股票 你看Microsoft Microsoft在三月初的时候 他最低跌到270块美金 他最近又弹回了310块 是 对不对 但他毕竟是从350跌到 350跌到270 那你说他现在310 他能弹回350吗 我觉得很难 是啊 其实这个跟我们在买0050一模一样 其实有很多人就会说 我们买0050是买了50档股票 这个可能也一块钱买了0050的话 里面的0.5块钱全部都去买台积电了 所以这个就是市值加权之后的结果 等同比方说 叫你说一定要做风险趋壁的动作的话 基本上你你岂不是50%都去买了同一档个股 那50%去买另外的49档个股 这样子风险分散效果会达到这个零零尽致吗 我觉得这个对于你要做投资组合而言的话 恐怕都会受到那个全职股波动性的影响 所以贝莱德最近他建议说 在这种未来失落10年 有可能掉进失落10年的 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迷失的情况之下 他建议用做三个低 这个低就是英文的三个低 第一个就是风险分散 第二个你要做的 对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要用去持有 defensive的一个资产 防御性的资产 那第三个是要去持有 durable也就是说持久性的 也就是这资产不会因为某一些因素 比方说通货本账增加的话 他的资产价值而会去贬义 对这其实这三个低就是我现在个人在做的 只是我没有像他那么有学问 找了三个英文字第一开头的 比如说讲实在我 今年如果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知道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成长型股票 科技股你要小心 这个不是说科技股都不好 但是呢大多数科技股 今年都有成长性的问题 第二个呢你就要把你的钱 放在高值率的 这种所谓的不受到外需景气影响的 就刚刚讲turable的 对不对 diversify就是你尽量持股多元化 尽量持股要分散 没错 好这个三个低提供我们 提供我们的参考 谢谢 谢谢 谢谢